来 好香 你把钱拿来 吃两个吧 我现在是有钱用人了 整 老板 要两个这个 好嘞 帮你帮 谁要两个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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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坐 来 老婆 你跟我说说 你那一百块钱怎么取出来的 咱们两个人 不是同一个银行的银行卡吧 对吧 我把你那两块钱 转到我的银行卡里 做成一百 那不是取出来了吗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笨呢 关键的时候还是老婆银行 那是 老公 我现在要正式跟你宣布一下啊 我们的百元周的生活 正式拉开坠目了 你看 现在距离你发工资 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这一个礼拜呢 我兜里这一百块钱 是咱们小家庭里面 所有的财产 所以呢 每天只能花十块钱 剩下三十块钱 就是激动费用啊 一百块钱过一周 怎么不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啊 你交通有交通卡 吃饭有饭堂卡 对吧 我这一个礼拜呢 也不用做产检 理论上呢 在家里面 也不需要花什么钱 所以呢 只能这么着呢 十块钱 那你吃饭 你吃什么呀 陆小冬 你想事情 能不能过过脑子啊 这个时候 泼出去的人情 就得收回来了 就得把朋友给拉下水 你看啊 未来咱这一周的时间 七天啊 头两天呢 去我妈家蹭饭去 你再让吴叶请你一顿 我们再去蹭杜鹃那一顿 一来一回 四天 妥了 这么快 道理还是有的 就是 老婆 玩笑归玩笑啊 我是想着说 给吴叶打一电话 我们得借点钱呗 别 千万别 我跟你讲 借钱这种事情 有一就有二 你看到这个头 你就拉不回来了 要我说啊 其实咱们两个人 把日子过成这样了 也得反思反思啊 你说以前 咱们吃住 都在妈家里的时候 怎么就一分钱 都没攒下来呢 越越越光足 肯定是花钱方式有问题 我觉得趁这个百元周呢 我们也得反思反思 改掉这个坏脑柄 老婆 您这是一夜长大呀 老婆 您这是一夜长大呀 老婆 您这是一夜长大呀 喂 我的串 一人一个 真行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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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啊 真好吃 我早就说想吃这口了 我妈非不让我去 来 回家别告诉我妈啊 我给你钱 别走 那太爽了 走 走 干吗 老公 一个好事一个坏事 你想先听哪个 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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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钱包在 可是钱没了 钱没了 一百块钱没了 一百块呢 老婆 老婆 你别哭呀 一百块钱算什么呀 你别哭 我告诉你啊 别影响得太气 听见没有 老婆 老婆 你这样不行 我 我给吴叶区打个电话 借点钱花嘛 没事 没事 老婆 陆小冬 我傻呀 我为了一百块钱哭啊 我跟你讲啊 我这钱包买的 小一千呢 他偷了一百块钱走了 你说他傻不傻啊 吃了没完话他亏了 可行呀 我都不傻了 你这钱包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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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咱们现在 人现在的生活呢 已经跌入谷底了 马上我们的春天就要来了 没准 明天老公就接了一个大单子 老公啊 那个 你接了大单了以后 你能不能先给我买个智能手机啊 你看我这手机老偷都不用呢 我都不好意思拿出个手 怎么了 老公 你哭了 你哭了 老公 老婆都心疼了 来 老婆抱抱 老婆抱抱 好 别哭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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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 不哭了 好了 乖乖 你为了一百块钱哭了 我回家帮你女儿 我不是为了一百块钱哭 不哭了 好了 好了 不哭了啊 这关键的时刻呀 还得看见老婆的魅力 看看啊 老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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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谢谢你了 可可我把这钱拿回来 不用 不用 来 去了 你看你老婆都挺个大肚子 这烟气不了的东西啊 让它少吃 谢谢 谢谢 谢谢老板 你今天就发财了 发财 发财 还有几个问题 馨儿啊 把这个菜给外婆 端到桌上去 慢慢地端啊 好 别撒了 谁啊 馨儿去开门 看看谁来了 是不是爸爸妈妈 回来吃饭了 妈妈 回来啦 把我做了什么 妈 我回来了 回来啦 真香 我做罗送汤 罗送汤 太小了 来 帮帮忙啊 麻烦吃完饭以后吧 给打包带走 知道了 吃不了带着走 张伯好妈妈 你这冰箱里面 都有什么吃的 牛奶 牛奶买了也不喝 真是的 你这蜂蜜 买了大半年了吧 你这不喝都过期了 拿回去 我帮你解决一下 行 你带走都带走 能带走的都带走啊 你这冰箱里面 还有什么吃的 我觉得你奇怪 你胃口大开啊 前段时候 你不是我让你带点菜 你都不愿意 怎么今天像打劫似的 林峰娇同志啊 做人不能那么扣门的啊 妈妈 陈志陈 来来来 拿汤 你们心儿幼儿园的学费 还没交吧 你看 通知书 最晚周围就要交了 我今天一起给你们交了啊 那个 老公你下一回来的时候 给妈带来钱啊 必须的 必须的 不用了 就算我跟心儿的 学费赞助 谢太后的我恩 各位妈这样就好了 我 我有钱 行了你有钱 你在我面前装什么酷 真是的 还有 心儿的生日 你们打算怎么过啊 怎么过啊 小孩子嘛 买个蛋糕啊 那个 一死一下就行了啊 不要 我要吃蛋糕 开派对 好呀 妈给你画呀 我们自己家过啊 怎么都能对付 可是幼儿园老师 今天说了 他们幼儿园有个传统啊 过生日的小孩子 必须送给其他小朋友 一个小礼物 这个礼物不用太贵 就是一个巧克力就行呢 这什么破规矩啊 人家过生人 应该收礼物的 对不对 这怎么到他幼儿园里面 就是叫发礼物了 谁定有那破规 我要送来老爸 奶酪棒一个五块钱 你们班有三十个小朋友 那就一百五十块钱 知道吗 那也不贵呀 你跟杜鹃喝个下午茶 不也要这个钱吗 那那不止不止 不是 主要是这个风气太坏了 你知道吗 就得面面这种风气 这灿灿你怎么了今天 劳嗦满腹的 你过去不是挺爱搞 这种互动的吗 我有吗 那是我金灿灿吗 不可能 妈妈 他这个可能是孕吐的关系 所以情绪就 没事 这事我知道了 回头我去办 好 行 吃饭 吃饭吧 老公 这啥来啥 现在哪个喝些钱 搞这些东西 想想办法 怎么能让星儿 在幼儿园上 小小朋友抬起 是不是 吃饭 是 那现在送什么 又不花钱就体骗 妈妈 我想送小朋友美人 一根奶油棒 大家都喜欢吃 你做梦哪 我没睡觉 我怎么做梦了 馨儿 奶油棒多无聊啊 我们要送就要送 跟其他小朋友 不一样的东西对吗 对 所以这件事情 就交给妈妈吧 妈妈明天一定要 让你在幼儿园里 大出风头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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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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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来了来了 怎么发现 这个给你 这个哪儿来的呀 这是奶奶走的时候 送给馨儿的 妈妈 我过生日的时候 你能用这个 给小朋友们买奶油棒 还给我买奶油棒吗 行吗 好 好 我妈妈太好了 妈妈 妈妈 跟我们买奶油棒了 妈妈太好了 妈妈 妈妈 冇也跟我们买奶油棒了 我妈妈太好了 妈妈太好了 妈妈太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